行政程序法 第二章行政处分第一节行政处分之成立 第九十二条行政处分与一般处分之定义 本法所称行政处分 系指行政机关就供法上具体事件所为之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 前项决定或措施之相对人虽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征可得确定其范围者为一般处分 是用本法有关行政处分之规定 有关公务之设定 便跟废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一同 第九十三条行政处分付款之容许性及种类 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有裁粮权时得为付款 无裁粮权者以法律有明文规定或未确保行政处分法定要件之履行 而以该要件为付款内容者违宪使得为之 前项所称之付款如下 一 期限 二 条件 三 负担 四 保留行政处分之费止权 五 保留负担之事后附加或变更 第九十四条行政处分付款之限制 前条之付款不得违背行政处分之目的 并应与该处分之目的具有正当合理之关联 第九十五条行政处分之方式 行政处分处法规令有要事之规定者外 得以书面 言辞或其他方式为之 以书面以外方式所为之行政处分 其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有正当理由要求做成书面时 处分机关不得拒绝 第九十六条 书面行政处分之应记载事项 行政处分以书面为之者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 处分相对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别 身份证统一号码 住居所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 如系法人或其他设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团体 其名称 事务所或营业所 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别 身份证统一号码 住居所 二 阻止 事实 理由及其法令依据 三 有付款者 付款之内容 四 处分机关及其首长署名 盖章 该机关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 需同时于其下签名 但以自动机器做成之大量行政处分 得不经署名 以盖章为之 五 发文字号及年 月 日 六 表明其为行政处分之意 指及不服行政处分之救济方法 其间及其受理机关 前项规定于依前条第二项做成之书面 准用之 第九十七条 书面行政处分得不记名理由之情形 书面之行政处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不记名理由 一 未限制人民之权益者 二 处分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 无呆处分机关之说明 以知悉或可知悉做成处分之理由者 三 大量做成之同种类行政处分 或以自动机器做成之行政处分 以其状况无需说明理由者 四 一般处分经公告或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指者 五 有关专门知识 技能或资格所为之考试 检定或鉴定等程序 六 一 法律规定无需记名理由者 第九十八条 告知救济期间 处分机关错误之处理及未告知救济期间或告知错误 处分机关告知之救济期间有错误时 应由该机关以通知更正之 并自通知送达之一日起算法定期间 处分机关告知之救济期间 叫法定期间为常者 处分机关虽已通知更正 如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信赖原告知之救济期间 至无法于法定期间内提起救济 而于原告知之期间内为之者 是为于法定期间内所为 处分机关未告知救济期间或告知错误未为更正 至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持误者 如自处分输送达后一年内申明不服时 是为于法定期间内所为 第九十九条 未告知受理申明不服之管辖机关或告知错误 对于行政处分申明不服 应处分机关未为告知或告知错误 至相无管辖权之机关为之者 该机关应于十日内移送有管辖权之机关 并通知当事人 前项情形 视为自始向有管辖权之机关声明不服 第一百条 行政处分之通知 书面之行政处分 应送达相对人及已知之利害关系人 书面以外之行政处分 应以其他适当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 一般处分之送达 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指代替之 第101条 行政处分之更正 行政处分如有误写 误算或其他类此之显然错误者 处分机关得随时或依申请更正之 前项更正 复记于原处分书及其正本 如不能复记者 应制作更正书 以书面通知相对人及已知之利害关系人